大脚新人讯息,你无法活出尚未达到的意识状态 我们大脚新人群体欢迎所有阅读这个信息的人 我们怀着爱意给出信息,以便与你们对真理能有更多的认知和理解 我们观察到,许多人开始质疑他们个人的信念系统,那代表着对心智体的清理 所有的身体都正处于清理的过程当中 你们不仅仅是一具能用人类眼睛看得到的肉体 也有以太体、情绪体、心智体和灵性体,这些身体构成了你们的能量场 地球上散发出来的光波每天都在增长 你们正在创造改变,即使此时看起来似乎并非如此 在这个时期,你们正在清理所有的身体中那些成就和过时的能量 那是你们从生生世世的稠密和无知的生活中积累起来的 并且正在把这些能量更换为光和真理的频率 基于二元性和分离的信仰及观念从来都不是真实的 因为没有灵性的法则支持他们 因此必须被放掉、被清理 以便你们可以进入更高维度的能量中 这就是扬升 想要进化的意图就是所需的一切 你不需要了解清理的细节,因为你的高我在决定需要清理什么 当你准备好的时候 你们过去认为已经解决了的课题,也许会突然间重新出现 因为清理常常是在不同的层面上完成的 并且,总是,发生在你灵性上准备好的时候 如果你经历了情绪上或肉体上的烦恼而没有明显的原因 或者如果你开始严肃的质疑长期以来的信念 要记得你所知道的关于清理时会发生的情况 我们想谈谈灵性上的完整 在地球上,人类理所当然的认为 所有事物都有某种形式的完整 意思是,所有的部分最终都会聚集起来 无论好还是坏 灵性意义上的完整意味着达到认识到自己是完整的 圆满的的意识状态 这个过程是一趟逐步进入更高维度的旅程 光知存有只是那些知道自己是谁的存有 他们是觉醒的 并且也在他们的能量场中反映出这一点 万事万物都是在神圣意识中形成的 因此都携带着神圣意识的品质 完整的、圆满的等等 一个个体一外在展现出来的完整性的程度 与他对这个真理的认识程度 不是头脑层面的知识 是属成正比的 并且也将反映出这个个体的完整性的构成 没有一种完整性是适合所有人的 社会、教会、领袖、政府、专家以及家庭斜线朋友圈都对事情必须怎样做才是对的有着不同的观点 这种态度是错误的 因为对一个人是完整的和圆满的事物 未必对另一个人也是如此 当个体努力地跟从直觉告诉他们是对的事物 而不是跟从强加到他们身上的事物时 他们将找到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完整性和圆满性是每一个灵魂与生俱来的权利 但要体验到这一点 则必须使其成为四级的意识状态 这就是进化的旅程 如果没有获得这样的意识状态 而假装完整和圆满 是把头埋在沙土里自欺欺人 永远不要否认人类的困难 但同时学着不要赋予这些困难他们本部具有的力量 通常那些开始在头脑层面上了解真理的人 会错误地认为面对不和谐的存在 什么也不做 而只是对自己或别人大声说 这都是幻觉才是有灵性的行为 地球体验的目的是 从实践和学习中学会超越表象 以达到觉醒 当你逐步越来越深地认识到 外部的表象 好东西和坏东西 是由二元性和分离的世界意识所构成的形象 你也会开始明白 除了信念之外 并没有什么法则可以支持他们的存在 此时此刻 绝对主义者 absolutist 依注 只仅仅的 绝对的相信何以法则的人 也许会感到困惑 并试图活在一种尚未达到的意识状态中 在人类的场景中 饥饿的婴儿是真实的 并且需要援助 即使是时尚 并没有什么法则支持饥饿 完整性和圆满性才是法则 然而 什么都不做 而只是嚷着一切都是幻觉 是十足的人类行为 发展出完整性的意识 是进化的旅程 并且这旅程的沿途上 并非没有写淋淋的足迹 在日常生活中 正品尝完整性的灵性果实的人们 很可能在前世就完成了这些任务 因为所有的存有都必须进行这趟旅程 尽管不是所有的存有都选择在地球上进化 许多灵魂从未在地球上转世 而是选择在其他星球上进化 在地球上通过第三维度的体验来进化 会带来非常显著的演变上的跃进 因此地球成为许多灵魂的选择 头脑解读个体的意识 然后以跟个体共振的形式在外界显化它 溢注传说中的吸引力法则 在地球上 这些显化形式将是自然的 普通的natural and ordinary 然而也会代表这个个体的完整性的构成因素 一个可能的例子是 完美的工作或伴侣也许会出现 然而却不会出现在退了休的人 或原本就拥有一个幸福的关系的人身上 不要把灵性上的完整性和圆满性的表达 与人类意义上的好 一个未觉醒的社会视之为理想的观念 并通过操纵和奋斗来得到它 相混淆 当灵性礼物出现的时候 所有的丝带都细得很漂亮 且不需要做任何事情来让它如此 所有的真理的学生都会经历到 没有感觉到非常有灵性和完整的时刻 不要对此失望 因为感觉到灵性、益柱 大概只拥有某些神秘体验 不是你所达到的意识状态的指示剂 通常那些处于某种宗教狂热中的人们 拥有的并不是灵性上的体验 而是一个十分三维的 小我驱动的行为 进化是关乎看穿普遍的三维的感觉和想法 不再赋予它们力量 并从你所知的最高意义上去生活 活在世间却不属于时间 当你开始认识到 并没有真实的力量或法则来支持世界上的争斗 你将发现自己越来越少的经历到这些争斗 能量吸引相似的能量 这则信息是关于觉知到这个诱惑 在达到相应的意识状态之前 就按照绝对真理来生活 一些学生热切地渴望灵性成长 想要立即变得完整 并想要按照他们只是在头脑中理解了的真理去生活 这种热切是恰当的 然而这些亲爱的医们很快就发现 他们也许在某本书中读到的真理对他们没有效果 这使他们感到上当受骗 或者觉得自己是尚未准备好灵性学习的失败者 由于灰心 一些人重新返回到他们以前相信 然而已经不再适用了的信念中 其他人也许选择顽固地抓住一个真理 意诸大概只死死地 较调地相信某一个灵性观点 并认为通过这样做 一些外部的表象会改变 却没有意识到 他们对某些事物的抗拒 实际上是在给他力量 使之固定下来 没有人可以展现或者活出 比他已经达到的意识状态更高的状态 这就是宽恕自己和宽恕他人的秘密金调 因为所有人都在做着 他们在特定时刻所知道的最好的事情 甚至谋杀伴也相信 在某种意义上他正在使世界变得更好 亲爱的一们 在达到某个特定点 你们的意识中多半都是真理 之前进化时中都在进行着 当你们抵达了那个时间点时 生命将会变得更加轻松 因为真理开始以他所需的各种形式在外界显化 比如观念 事物 人等等 当你们面对纷争及不和谐的表象时 要牢记 源头永远不会以这样的方式展现自己 因为神圣意识不会体现为不和谐 在合意之中没有不和谐 我所观察到的是分离和二元性信仰的表现 因此是一种幻觉 幻觉是我感知事物的方式 不是事物本身 然后再采取任何必要的人类方式 印度的特雷沙修女认识到 每一个个体都是神圣的存有 但她并没有站着大喊 这都是幻觉 内在持有真理的同时 她为食饥饿的人们 包扎他们的伤口 处理任何呈现在他们面前的紧急需求 这就是你如何进化到真正自我的圆满性和完整性之中 同时也生活在地球上 拥有人类的体验 不要抗拒任何事物 这并不意味着你必须喜欢和接受每一件事 也不意味着你无法做点什么来改变事物 但是在采取行动之前要用灵性理解的眼睛去看待事物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也许会有作为问题的解决方案的灵性果实出现 常常发送光给那些你被引导去发送的国家和人们 同时了解到 是光让黑暗暴露了 把长期隐藏的稠密能量带到表面上来 活出你最高意义的真理及时所需的一切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更多的光被散发出来 more is given 所有的一切都是完整的 圆满的 但是 深深世世活在第三维度的能量中 使大多数人忘记了这一点 作为创造者的存有 你们于是开始无知的创造出一个二元和分离的世界 进化仅仅是重新一起 你是谁 你是什么的旅程 我们是大脚新人群体 我 않饿 data 我看你会被杀到腿的 我看你了 它是最后的感优的 我看你了 你なく